大家好 我是喵喵人妻 那我現在要跟大家講怎麼清洗水養肌 基本上我其實是不太會洗它 因為我都用一段時間才洗 那如果你真的要洗呢 就是這個外蓋跟內蓋 你就是可以拿去清洗 那裡面就是因為基本上你擴完了 大概也沒有水了 那如果有水就把它倒掉 那通常它會比較殘留油的部分 可能是在中間有金屬片的地方 那所以如果有一段時間你發現 好像味道擴出來會有一點點不太一樣 那你可以用一點點酒精 或者是倒賊清潔液也很好用 就是把中間這樣子清洗一下就可以了 那你記得就是你不要整台拿去泡水 因為像這個洞呢你不能沖水進去 它會壞掉 底座也是不要有水進去 所以基本上這個我是不會把它整台拿去洗 我頂多就是你可以用棉棒或什麼 把裡面稍微擦一下 或是你是直接拿去沖水裝在裡面 然後你就倒掉了 你不要去洗到外面的部分 那洗通常就是可以洗這兩個